那他一生在当中一直对这件事情非常的不满 结果呢 他就一辈子也不会原谅这个父亲 或者他不让他走 他做得很不其境 在家里头服从父亲服从那个 万一家业衰弱 他就会讲说看吧 你不让我走所以是你的责任 讲话家业很好 他会觉得这个事情反正也不是我的功劳 是父亲要我这样做 所以不管怎么样这父亲都不讨好 所以我意思就是说从这一个小小的 灵修的读情当中 让我了解到 我们需要放手 不管我们是做父母的人 或是做上司的人 我们需要放手 让我们的儿女 让我们的下属 能够有机会去发掘 他们想要做的事情 假如他们做得好 他们会谢谢你给他们有这样的机会 假如他们做得不好 他们会了解到说 原来你已经有这样的一种的看见 以至于让他能够像这个儿子一样的 让子回头到父亲面前 结果他们的关系是远比以前还要好 所以弟兄姐妹 让我们学习这个放手的功课跟操练 弟兄姐妹 在这里我当然不是谈说 让我们的儿女去做一些犯罪的事情 我们做父母的 做上司的 一定不可能让我们的儿女 或是下属做犯罪的事情 在这里我讲的乃是 让他们有机会去 发掘他们要走的道路 所以在这时候让我们来 借着每一天的灵修祷告 你就能够同样有这样的看见 知道怎么来改变你的生命 好让我们生命当中 当我们接受这样挑战的时候 我们有勇气的愿意 让圣灵来更新我们里头的生命 以至于我们就越来越像主 好像我刚刚那个学习 越来越能够体会出 天父在浪子比喻里头的心意 弟兄姐妹 让我们继续来学习 在最后的两节 十七十八节当中 所要讲的经文 在这段经文当中 我们看见保罗讲说 我们这至战至亲的苦楚 为要我们成就 几重无比永远的荣耀 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 乃是顾念所不见的 因为所见的是战士 所不见的是永远 在这里保罗 让我们看见 我们不回应上来 是因为我们的价值 是稳妥在神的看法上中 神才是最重要的那一位 持守着我们的价值 不是人 甚至不是我们自己 但是我们先来看一下 第十七节 保罗为什么这样讲说 至战至亲的苦楚 假如你熟悉 哥林多后书的经文的时候 你可以了解在十一章 二十三节到三十三节当中 保罗描述了他所受的苦楚 他为主的缘故 为众教会的缘故 他饶苦过重 而且他为了福音的缘故 他被放在监狱头 他被鞭打五次 每次事实简易 他被棍打了三次 他被石头打了一次 他航行的时候 遇到船坏了三次 一皱一夜在深海里头 他多次遭遇盗贼的危险 常常经历饥寒交迫的困难 从这些人描述当中 我们可以讲说 他是教会信徒当中 受苦最多的一个人 但是他怎么能够讲出 这是自在至亲的苦楚呢 这秘诀乃是在于比较 comparison 在于比较 我举个例子 假如你觉得你的太太 做饭做菜不好吃的时候 当你进入医院 打点梯三天以后 鸡肠焦饿 咕噜咕噜的 那时候你的太太的饭菜 肯定是最好吃的 人间的美味 为什么 比较 所以在这里 保罗为什么能够讲说 这自在自亲的苦楚 最主要就是因为他 能够分辨今天的苦楚 和将来神 终极奖赏的差别 将来 照着圣经所给我们的启示 我们将要得着那荣耀复活的身体 我们不再犯罪 我们不再哭泣 不再死亡 不再有悲哀 不再有哭号 不再有疼痛 而且在那个时候 我们可以永远的 以耶稣基督面对面的同在 与众圣徒一起的 来敬拜赞美我们的神 而且我们可以 瞻仰神的威严跟荣美 我们可以得着 永不衰残的冠冕 那我们的冠冕 跟我们今天 在肉身当中的侍奉 是息息相关的 所以保罗在这里 劝勉我们 今天我们所看见的 每一个事物 将来都带不进永恒 但是这看见的事物 若是能够投资在那 看不见的事情 也就是灵魂的建造 那就会带给我们 荣耀的冠冕 所以保罗说 我们所顾念 乃是所不见 因为所不见的 才是真正永恒的东西 既然这样的话 我们就应当选择 那永恒价值 就是建造灵魂的事情 以至于这些的价值 就永远不会失去 也因为这样的缘故 我们就不会灰心上胆 因为我们知道 所做的 这建造灵魂的事情 一定存到永远 在97年的时候 我去牛奥梁 在那里住了几个 几个晚上 跟当地的教会 弟兄姐妹们 有一些的交往 在那时候 我听到一个非常感人的事情 这感人的见证 是提到有一对的 从中国来的夫妻 当他们还没来美国之前 因着信仰的缘故 在国内遭遇许多的逼迫 终于在87年 他们全家能够出国 那这个先生就 重新回到学校 开始 他原本 医学当中的 一些的研究 以及学习 然后他就决定考医生 就是考过医生的执照 就经过 这个非常难熬的 这个住院实习的过程的磨练 那他的太太 当然一直的打工 来支持这个先生 同时也让他们的孩子 能够进入大学 熬了六七年 终于 这个先生 结束所有的 医学当中的 这些的磨练 开始正式的职业 他们就非常非常高兴 因为他们的经济 就开始好转 他们就买了 第一栋的房子 然后买了第一部的新车 然后他们 能够非常欢喜的 在教会当中 做这样的见证 同时也服侍省 然后 在96年 他们第一次全家 去度假 非常的欢喜 有一段非常甜美的事件 但是度假回来之后 就发觉这个太太 得了卵巢癌 那当然全家 就非常的辛苦 一起的 在这癌症的 奋斗当中 来一起的 度过 最后医生 是宣布 放弃治疗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